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最近台湾发生7.5集强地洞 对,接下来不会讲正 因为讲正可能会造成影片黄标 不容易啊,大家看到这里 顺便帮我按个赞支持一下 那发生这个强地洞之后呢 中国的很多网友也非常的关注 在中国抖音上有一则影片 那很多中国网友都在讨论 就是关于中国 不是,差点讲成中国台湾了 因为中国的影片上确实是这样写的 讲啊,中国台湾一家企业啊 非常的耐震 哪一家企业呢 也就是台积电 对,没有错 台积电的这次的强证当中啊 很快的就复工复产了 那当然中国媒体也第一时间报道了 这一个有料的一个报道 为什么 毕竟这也属于中国的企业嘛 在中国的媒体跟中国的官方看来 这是中国之光啊 中国的骄傲啊 所以中国的抖音上 微博上等等的相关媒体 都有报道这个所谓的 中国企业的这个袭击啊 而且说这个第一天就恢复了 八成的这个设备 所以说很多网友在这下面 都在夸中国的这家企业 台积电 对,没有错 大家都认为是自己的 那在这些相关的新闻报道之下 中国网友又是怎么样看的呢 那就有中国网友留言说啊 太厉害了 国货中最强的国货之光 中国之光 这我不是以前看到 明明不就是台湾之光吗 当然这也不例外 因为过去我们也常常看到 中国媒体已经不是第一次 把台积电 列为中国大陆的自家企业了 我们过去看到啊中国在一个 中国自家的500强企业当中 就把台积电啊名列为中国第一强的 中国之首的最强企业 台积电 那这当然我们看到今天这些留言 真的不意外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留言呢 还有网友说啊 台积电是一家具有优患意识的民族企业 提前做好防范 任何大风大浪都打不倒优秀的中国企业 为台积电点赞 所以这些中国网友一天天 你除了会点赞 能不能做点别的事情呢 而且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些自我洗脑 这些那边自赢自嗨的事情 明明台积电就不是你的 非得所有网友都说是自己的 大家都活在一个群体编制的梦里面 醒醒吧 不要做白日梦 那既然这样呢 大家公平一点 对吧 民进党也是中国台湾的 那是不是应该为这个优秀的台独分子 也要点赞呢 对吧 那还有网友留言说之前高中的时候 老师说过中国最厉害的企业 就是台积电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台积电 还以为是一台发动机的制造商 大学之后才在新闻上了解到 台积电不仅是我们国家最厉害的科技公司 也是世界顶级的芯片制造商 那我认为呢 如果说台积电是中国顶级的芯片制造商的话 那为什么台积电和其他国家一直来制裁我们中国呢 我们大陆为什么还被台湾的台积电一家公司给制裁呢 自己制裁自己吗 我笑死哎 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台积电目前在研制两奈米的芯片了 那怎么我们大陆还在研制14纳米的芯片呢 这未免差距也太大了吧 重点呢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 即使是在研究14纳米 粮率呢 还非常的低 那台积电不是中国之光吗 怎么现在还在研究14纳米 还粮率这么低 不是台积电已经研制出两奈米了吗 不是中国之光吗 笑死哎 那这一次地动呢 虽然非常的强烈 但是并没有造成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严重的破坏 那相对的 中国大陆倒是多地的房屋受损 我们看到比如说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 广东的大楼倒是歪了 眼前公寓明显歪斜 镜头往上带 只见与林洞间距越来越小 位在中国广东汕头的倾斜公寓 在台湾发生7.2强震后受到关注 我望右旧博部喜平达 笑这次地镜牙样 该栋梯出现框架 花莲一镇 难道连广东汕头都出事 这栋六层楼的独栋大楼 一楼沿街是商店 楼上住宅区 媒体晚间到场直击 发现楼上灯火通明 外头还不断有市民围观 现场没有拉起封锁线或摆放 警示标志 自从楼梯没起来 可惊自动 看下主体楼的顶部 靠近时间夹动楼 够拉比较紧 民众看得心惊惊 就怕公寓说倒就倒 但相关单位进行查核后 确认这栋建筑物 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出现倾斜 中国网友留言吐槽 楼歪30年都没人管 搞笑形容是中国的比萨斜塔 更讽刺离花莲100公里的台中 都没听说什么损失 700公里外的汕头楼都歪 遥遥领先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以目前台湾发生的7.5级的强震 放在中国大陆的话 那就不是台湾现在的这种状况了 而是造成巨大的破坏 比如说发生在中国青海的之前的 7级的大地洞 就造成了2700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还有多达270人失踪下落不明 这还只是中国官方统计的数字 但台湾这次规模更大更强 重点是青海 包括中国的一些西域的地方 都是一些荒无人烟的地域 但是确实有多达几千人离开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人的下落不明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所以这次台湾的地洞 也引发一些大陆网友的热议 就好奇为什么台湾能够扛住这么强的地洞 那有中国网友就反讽 我认为这些应该算是一种反讽 我认为反讽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些豆腐渣工程 因为有些中国网友可能花了很多的钱 买的房子确实经常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也有一些心里面也有一些不爽 所以有些网友就觉得在这样灾害之下 看到台湾经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 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可能就有点心里不平衡 所以就会反讽 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反讽 那中国网友怎么反讽呢 那有一些网友就反讽说 台湾这次竟然只有几栋高楼倒塌 真的假的 有没有会翻墙的朋友去看一看 是不是台湾政府屏蔽了 太假了吧 7.5级竟然没有倒成一片 这不科学啊 我觉得这里可能有点 大家如果不仔细看 还听起来有点小粉红的那种逻辑 但这个我觉得它就是借着以往 大家的小粉红的那种逻辑 去反讽这种现象 那还有网友留言说 这么强的地洞 我看微博上新闻转载说 只有不到十个人罹难 当然这些微博 其实转载的都是台湾的新闻啊 所以这位网友留言说 我终于相信微博新闻造假 不说几千人 哪怕说几百人罹难我也信呢 这么强的地洞 啊只走几个人 那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也不太给地震面子了吧 那我们看到这种留言 其实非常多的 大家可能都觉得不爽 为什么台湾这么强 他们房子没有问题 我们买个房子 可能轻微动一下 哪里就裂了 所以大家心里都觉得不爽啊 所以说 就留了很多这种类似的留言 但是也有些中国网友啊 出来洗地 来解释帮政府站台 那有网友留言说啊 就洗地说 很多网友质疑 为什么我们的房子不如台湾省 甚至有许多人阴阳怪气 羡慕台湾 我来科普下 首先强调的是 大陆的房子绝对比台湾要好 毕竟台湾房子都是老旧的 大陆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房子更容易塌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地质和土壤和台湾不同 我们的土壤较为松散 而台湾是岛屿 岛屿上的地质比较坚硬 再来就是气候 大陆很多地方的天气比较潮湿 所以房屋更容易受潮 而台湾地处热带 房屋长期受高温烘烤暴晒 所以更结实坚硬 还有就是地震类型 根据地震波的不同 大陆地洞通常是水平地洞 也就是左右摇晃 房屋因此而倒塌 而台湾属于垂直地洞 也就是这样地洞 这个未明有点怪 真的有这样地洞吗 房子会这样洞吗 我记得不管哪里都是这样吧 所以他的这个解释 我觉得有点坚强 他说台湾属于垂直地洞 也就是会上下震动 如果你去台湾经历过地洞 才会发现台湾地洞时 房屋不会左右摇晃 而是上下震动 有震感而没有晃感 说的好像他去过台湾 并且亲身经历 和研究过台湾的地洞一样 那台湾的荧幕前的一些观众 我想必很多观众 可能是亲身经历过 多多少少很多次的地洞 那台湾的地洞真的是这样 上下吗 房屋也会这样上下 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洞波 是上下震动的 所以就造成房子这样洞 这样洞它就不会倒啊 对吧 这样洞它就不会倒 左右摇晃 可能房子就倒了 所以这么讲还真的有点道理 但是我觉得 他讲是这么讲 是有点道理 就是为了让一些旁观的 中国网友听了 可能会容易被洗脑 容易相信 原来是我们的房子 是这样晃的台湾是这样晃 所以不容易倒 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留言 来回应这些网友的留言 另外就是我当时在台湾交换 不是长达四个月嘛 那时候我就蛮期待地洞 当然酸民不要说我怎么样啊 怎么想要灾害什么之类 确实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没有发生过地洞 所以就往常啊 都是在新闻上面看到地洞啊 龙卷风啊 我就是那种 我的个性嘛 不是说所有大伦人都想要那个经历 我可能是比较另类 就是我感觉这些天文奇象啊 然后一些没有经历过的 只是在新闻跟荧幕上看到的 我就蛮好奇的 所以那时候 我也多多少少了解台湾的地洞 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 就像我去台湾的时候 跟台湾的同学交流 他们不管是地洞啊 还是怎么样 在床上睡觉 他们接着睡啊 地洞啊 不大吧 OK没事 继续睡 或者是有些人正在打游戏 哦 地洞来了 OK 继续打继续打游戏 所以 在我的印象里 台湾的地洞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强烈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安全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 有这样的心理 希望在台湾交换学习的这段期间呢 能够感受一下真正的地洞是什么样的 就感觉有点像在夜店的 没有没有了 讲的有点远 那未来希望有机会能够经历一下吧 讲这就很容易被骂 我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好奇心啦 我不是说一定要去台湾 美国加州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地洞的一个地方 对 而且美国房子老实说地洞起来 就算再强烈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 因为都是木质的结构 那说到这里呢 那荧幕前的一些观众 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你们认为真的是因为中国的地质和土壤 还有天气 还有震动类型 就导致中国的建筑物更容易倒塌吗 那刚好听完中国这位网友的解释呢 那最近中国同时也发生了强风的天气啊 我们看到多地的公寓的门窗玻璃都被吹破了 请问这又怎么解释 这里能讲什么土壤结构吗 天气吗 还是讲什么震动类型不一样 强风直接把中国很多那种新的房子 全部都吹裂了 玻璃全部吹破了 住家的窗户也摇摇欲坠 本该是最安全的室内 谁也没料到 竟成为夺命主婴 东方卫视报道 这起天灾共造成四人罹难 其中就有三人居住在南昌 维梦清水湾社区 当时20楼以及11楼熟睡的三人 因为窗户被狂风好雨吹破 暴风直接将床垫连人一同卷下楼 中国网友纷纷留言 怀疑是建筑品质出现问题 事实的要求 突然痒 我可以了 还有一些网友在那边庆祝台湾地震 希望中国军队解放军可以去台湾救灾 顺便统一台湾 我在这边就不念了 因为毕竟这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网友 而且这种留言非常的弱智 但就在这些小粉红心灾乐祸的时候 风又吹向了中国大陆 一天之后中国青海发生5.5级强症 造成超过10人以上的罹难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的8点39分 在青海海奇州芒芽市发生5.5级地震 隔天云南发生5级地震 四川等多地震感明显 在隔天四川自己也引发了地震 所以那些小粉要不要庆祝一下 而且还是东道主 是不是丧事喜办传统走一下 天灾人祸都不应该心灾乐祸 对不对我相信台湾的民众 大部分民众都不会去心灾乐祸 中国大陆或者日本 韩国 美国其他国家的一些地震 不会吧 我以前看到中国地震的时候 尤其是在早些年 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你看台湾全国上下 整个中华民国都在自发的捐款 对不对 当时台湾捐的钱是非常多的 而且震惊了这个数字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很多这些数字全部都没有再列为台湾了 反而列为国内捐款 因为他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以不属于外国捐款 也不属于台湾捐款 而是属于中国国内捐款 你说要不要点脸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件不要脸的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叫耿爽 以前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很多观众朋友应该不陌生的 他三号就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发言 就是感谢国际社会对台湾地动的同情跟关怀 就是代替台湾去关怀 就搞得台湾地动了 谢谢你们来帮助我 台湾自己忙着救灾还没有忙过来 发现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上说 感谢你 感谢日本 感谢韩国 感谢美国为我们台湾做的贡献 要不要点脸 你又不是台湾 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台湾2300万人 刚才有代表在发言中 提到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 中国大陆方面对此次地震造成的伤害 高度关切 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 但凡有一点尝试的人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是作为跟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国家 而存在的一个国际现状 虽然说国际上有些场合可能台湾不被承认 但现状确实台湾就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台湾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就是个现状 也是台海目前维持和平的一个现状 那对于这一次中国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 向国际社会表达感谢的这种做法 我是觉得只有台湾民选的政府才能代表台湾 中国政府是无权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的 只有台湾2300万人民民选一人一张选票选出来的台湾政府才能真正的代表台湾人民的声音 台湾呢也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因为台湾自始至终也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一天 这是国际公认的客观事实 也是台海现状 希望萤幕前的一些大陆网友能够学习到这一点 了解这个现实是怎么样的 那对于以上中国网友的观点以及节目的观点 欢迎各位萤幕前的两岸网友能够在留言区来互动留言分享 也帮助影片的成长 另外这次地动我们也看到一些惊心动魄的一些瞬间 包括一些感人的瞬间 比如说有一个台湾的一家医院 我们看到医院的护理师 就是用了生命的危险在保护这些其他人家的生下来的一些婴儿 这些瞬间已经流传到了全世界的各大社群网站上 就称赞台湾的这些医护真的是牺牲自己去奉献这个社会的这种精神 我们下期见 那另外还有一段影片是也在国际上面 包括一些CNN等国际的大媒体都在报道台湾的同时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这一次地动台湾的电视台 这些主持人主播 就是那种播报的精神非常的令人敬佩 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地动都在摇晃的时候 我们看到台湾的电视台三例节目的主持人 还在敬业的进行为民众播报的这个动作非常的令人敬佩 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按赞支持影片 以及留言来互动讨论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